大家好 過去這星期港股維持62,000至68,000 一直有一個雜幅上落 今天繼續是炒股不炒市 因為這星期都比較多的股份做配股 或者新股活動都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下星期港股暫時在27,200附近的位置 阻力都比較明顯 用多一點畫圖 去2018年高位畫回來一條下降軌 其實接近27,200附近的阻力會比較明顯 而下面支持位其實都接近26,000 其實都有初步支持 但當然中美關係都會成為大家 未來可否繼續干預市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美國方面今個星期都比較多的 一些叫黑名單或者負面清單 其實都對本港方面投資肉有少許窒外 但今天來說其實星期五 其實都有一些比較好的消息 就是本港方面 接下來政府公佈 明年一月和明年年中開始有疫苗到港 接下來在下星期的時間 相信一些本地零售 本地的一些收租股 或者豪島股 相對來說都會野來一定的炒作機會 因為始終大家可能都憧憬著 打後的時候有經濟復甦的一個憧憬 我想現階段就炒復甦概念的一些 叫傳統經濟股份 下星期來說會較為偏強 而一些叫大值的科技股 其實就去到近年尾了 其實都和上星期說的一樣 維持炒波幅區間上來 因為再推動的資金相對來說 未必太多 還有今年都累計升了不少 所以這些位置都是炒波動區間為主 所以我想下星期的焦點 可能初段都會繼續放在炒復甦股份 另外就是一些新股的上市 其實今個星期其實都有些升幅 相當顯著的新股 相信下星期一些叫上市之後 一些半新股炒作的異獄 其實都會比較強烈